結論檢探是高雄農民總員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我們在結論檢探上面透過四大策略 第一是要全體員工有共同的認知 第二個是我們在軟面體上面長期有計畫的投資 這三年我們已經投資超過了5300萬 同時我們還會增加綠選人員的一些設置 來改善我們的病患及員工的做醫和環境 並且我們跟周邊大學進行合作的計畫 希望能夠不斷地嚴厲發展和改善政策 第三進我們的社會承認 高雄農都有現金 未來會做得更好 用心做節能 檢探一定成 我們都是節電行動家